北京时间2月6日 杜兰特再度怒对名嘴史蒂芬A.史密斯 这已经是他两天内第二次发推 批评史密斯的言论 此前史密斯表示 如果蓝网没有夺冠 凯文杜兰特会处在被认为是为了欧文离开库里的人 而不是因为两届总冠军和总决赛MVP被人记住 史密斯的这番话引来杜兰特的强烈不满 他直言十分糟糕 令人发指 甚至杜兰特的妈妈也站出来 力挺爱子 并且批评了史密斯的发言 你又开始了 又开始发表你那种思维局限的消极负面的诱导式评论 什么时候你能表现得更好一点呢 更重要的是 天天被这种愚蠢言论烦扰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成长呢 对此 史密斯向杜兰特妈妈进行了道歉 同时 也在节目中公开向杜兰特喊话 表达自己的肺腑之言 他表示 这些将是整个淡季的头条新闻 我不是说这是公平的 因为它不是 你应该得到更好的 但这些将是头条新闻 你可以预定它 然而 杜兰特并不买账 他继续怒对史密斯 史蒂夫 既然你决定用ESPN来推动你的个人议程 我相信你的手下会为你追踪报道这个故事 但如果你相信 这就是我职业生涯的定义 那么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黑死 要把上帝封印起来可不容易 你是不是在这种犯罪上帝尔的 那种犯罪上帝尔的 你怎么识寻我 这种犯罪上帝尔的 你怎么识得到你